吕律师从法律上给出了一番专业的解释后 孙家小弟也承认 他们瞒着大嫂卖房的行为 的确是侵害了大嫂和侄女的权益 那么房子现在既然已经卖掉了 孙家兄弟姐妹对于卖房款的分配 又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今天呢既然来到这儿 就是希望你们双方解开误会 对吧 老父亲可能生病花了这么多钱 大嫂这边并不知道 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有可能大嫂理解了 反而知道你们的确有很多的难处 这个是第一个疙瘩 我们先把它解开 再去说说这个房子 现在下一步应该怎么弄 我就说简单说这方案吧 给我爸看病是主要的 给我父亲 还有一个事吧 这个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字句吧 我母亲父亲生前 包括街坊邻居 好多人都知道给我儿哥了 因为我儿哥特别困难 这大嫂你知道吗 不是我公公那时候在世的时候 因为我爱人问过他 他说他们不争气 他们认为这个当时父母有 就是我爱人那时候 跟我说过这句话 你说那个母亲在世的时候 说这个有这个心愿 有这个医院 说这个房屋给谁给谁 因为你说的这个有可能 是一个口头遗嘱 说我百年之后 这个房屋归谁继承 但是你知道他难点在哪儿吗 一定是母亲快去世的时候 或者说说完这句话 就已经头脑不清醒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力 在做其他遗嘱的情况下 才存在这个口头遗嘱 我说过好多次 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 中了蛋 这就快牺牲了 有两个战士在身边 你说我的财产将来给谁 两个战士作为见证人 在唯一的情况下 才有口头遗嘱 你的母亲很显然 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此不存在口头遗嘱的 这成立的可能性 成立都不可能成立 那么更别说她生效了 成立的遗嘱也必须是在 去世以后生效 因此你很难举证 你必须举证证明母亲 快去世的时候说了这个话 而且有护士 或者有待会儿在旁边 而不是你们兄弟子民在旁边 而且这两个见证人 还必须是无厉害关系见证人 这是其一 你知道举证是多么难 我就是刚才也说了 我大嫂也听了这件事 对对对 她知道这件事 从法律上口头遗嘱成立 是不成立的 既然不成立 你还那么理直气壮 这就我说的合情合理 有可能不合法的问题 也许母亲真说过 但是她并没有写下来 并不符合口头遗嘱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 你即便到法院打官司 法院也不会支持的 希望你能理解这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